来关注国内的疫情需求 要顺应这样子的快筛需求 松山的慈慧堂就在这两个周末 在这个周末连续两天要发放免费的快筛续计 每个梯次要发放一千份 很多民众就像这样子顶着细雨来排队 庙方也持续地提醒民众要保持社交距离 提供酒精让大家消毒 排队的人潮是绵延了五百多公尺 不过现场是蛮有秩序的 不到一个小时就发完了 下午两点还会再发放最后一批一千份的快筛 有民众上午十点就开始排队 等待这最后一批的免费快筛 庙方也希望让有需要的民众都能够拿到 不过确定自己的身体状况 要避免疫情再度扩大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谈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